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人向内看不要向外看 看自己的心动不动 怎么叫碌碌不动 你整天看外面的话 你被红尘所染 红尘所染 那么你就会经常如影见形 看见一个东西马上就觉得 哎呦它是存在的 别人说风就是雨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这个人在网上 谎言满天飞啊 这就是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乱了 他什么都相信 如影见形 所以 红尘中的风吹草动 你马上就 不能稳住自己了 所以你必须 学博的人必须心里明白 一个人只有在安静 你才能听到 才能听清楚 外面的任何杂音 是什么 你才能看到心里 知道自己的心里 到底在想什么 你们现在不安静地坐着听 你们永远不知道 你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你听不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所以一个人有智慧的人 不是注重外表 而是要看到自己内心的声处 学菩萨 就是要用智慧 去看人间一切的事物 智慧从哪里来的 安静 静能生会 所以一个能安静的人 他一定有智慧 碰到什么事情就跳 碰到什么事情就闹的人 他智慧早就远离他了 所以智慧从内心中来 所以一个人如果用智慧 来看问题 你就会吸收到知识 你就会关注自己的根 那个根就是阿摩罗斯 你就会让你的智慧的萌芽 本性的般若慢慢地长大 所以师父今天还要跟你们说一个怎么样来转世 成智 一个人的意识产生的不好的杂念 赶快要把他转变 变成智慧 比方说 你因为别人听到别人讲你了 你很不开心 当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就给他眼睛看 你就对他不好 表情冷漠 或者给他一种冷脸看 那你这个意识是非常不对的 那么菩萨说了 要把这些东西转为智慧 那么怎么转呢 因为你脑子里要想了 今天他讲我 我明天还想不想让他讲我 不想了 好 既然他今天讲你的 他对你是误解 或者你的确是不好 没关系 我要转世成智 我要转变自己的意识 变成智慧 我今天他讲我不好 我还要对他好 他明天就不讲我了 如果我今天 因为他给我脸看 讲了不好了 我就不理他了 我就给他脸看了 明天 他不是讲你了 那是骂你了 那么你这么一想 你冲着他很客气的笑笑 对他还是像 没有知道他讲过你一样 是不是他明天可能讲讲没意思了 他就不讲你了 他不讲你 你是不是拥有智慧了 那么你今天给他脸看 你好像是报复了 但是他明天后天 还会对你更多的报复 讲你不好 你到底想让别人讲你不好 还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转世成智 我举个例子 你没听就明白了 家里有个亲人对你不好了 你必须像没发现一样 哎呀 他今天可能不开心 不是对我的 就算他对你的 你用这个意识 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没事发生一样 他第二天就好了 你不是拥有智慧了吗 所以菩萨告诉我们 为什么叫我们转世成智 就是要明白 智慧 它会再生的 就是继续的 如果你今天没有用智慧 智慧就没了 你今天用了智慧了 明天还会生出来智慧 你今天没有用智慧 你很快的就拥有烦恼 当你拥有烦恼之后 你的苦恼 你的恨 你的难受 难过 一切都会来 所以菩萨叫我们 色受想行事 五蕴 都要把它转化 你要把它转化为力量 转化为能量 每一个人都要有能量的呀 不开心的时候 让自己开心一点 你们几个人做得到 能够做到的人 就是转世成智 自己开心的时候 经常提醒自己 不要太开心 你们有几个人做得到 开心的时候 像疯子一样的 不开心的时候 像傻子一样的 这就是菩萨 在2500年前 就告诉我们 一个人不能随着 自己的心而转的 外境在转 你心不能转的 所以叫炉炉不动啊 人家在生气 你也生气 你的好的气场 就随着人家不好的气场 而转变 那么这个气就转变了 大家听懂吗 所以人在转气质 每一个人都在转变 自己的气质 修得好的人 越来越稳重 女人像女人 男人像男人 就是越来越稳重 那你这个人 精气神 就跟别人不一样 一个有智慧的人 静得下来 一个有智慧的人 能够时刻 在心里 拥有一把金钥匙 这把金钥匙 就是让你在痛苦的 左心死的时候 打开你的右心死 来分散 他左心死的烦恼 和左心死的痛苦 当你在右心死 感到胸闷 非常的难受 不能接受的时候 打开你的左心死 来接受你右心死 给你带来的烦恼 这就是转换 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一定要控制好 自己内心深处的六个贼 六贼 这个贼 要把他掏空 所以法师 根本不能去听别人说什么 所以法师根本不能去 说别人什么 一个有修养的人 不说不听 出口 就是 阿弥陀佛 闭口 阿弥陀佛 像我们 出口 观世音菩萨保佑你 闭口 观世音菩萨加持你 所以五蕴 当你知道了 能够控制好了 你的受想形式 也会慢慢理解 这是虚空的 不是真实的感受 因为它会过去 不是真实的想象 也会过去 不是真实的行为 我们小时候 做了很多真实的行为 现在到哪里去了 受想形 跟你们讲了 最后 你们一辈子 活到今天 你们脑子里 想过多少事情 你们当时 动过多少脑筋 这种意识 存在在你们的 思维当中 到现在在哪里 没了 这就是告诉你们 如镜见形 如一面镜子一样 你这个人照着镜子 你这个形状在 等到你离开了 这面镜子了 你这个人 形状就没有了 那你这面镜子 还是镜子 那么照见五蕴皆空 没有五蕴 你当然是空的 当你心中 还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你说你能照见五蕴皆空吗 好 接下来跟大家讲 世出世间 本来不生不灭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 谁都会死 谁都会再生 生和死 实际上就是 是出世间 就是不生不灭 生了 死了 死了 又生了 生了再死了 是不是不生不灭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家买了米了 吃完了 米买过吗 买过的呀 吃完了呀 吃完了之后呢 再买 再买再吃完 吃完了再买 你说是不是不生不灭 讲了不好今天 夫妻吵架 吵过了 好了 好了再吵 吵了再好 好了再吵 有生灭不了 你谁能说 我们这次吵完了之后 我们永远不吵了 可能不了 这就是无生无灭 不学伯的人的凡夫 以生灭心 看世出世间 一切的办法 就是说 哎哟 这个事情发生了 哎呀 你看发生了 他没看到这件事情 会过去 所以很多人脑子 就是想这件事情 想不通 他觉得这个事情 不会变化的 实际上 世间一切万法 即使以生灭心来看 那你就是凡夫 你凡夫 你才能看这件事情 没了 有了 就是这样 觉得没了就没了 有了又来了 所以我知我见 你看到的事情 你见到的事情 你认为它就存在 你没有看到的事情 你没有见到它的消亡 你就觉得它不存在 那么你就离佛太远了 所以一个人知道 这个事情是无常的 你就懂得叫生灭心 你今天对这个人好 一天一天会过去 你恨这个人 一天一天 他也是见一次 少一次 你去恨他干嘛 你不想见他了 你见一次 少一次 你这种心态 你如果你很恨你老公 你不用不着告诉他 你心里想嘛 我大概还能见他几次啊 大概写个数字吧 还能见他五百次 他下班回来 或者一千次 三千次 每天勾掉一次好了 你还会去恨他吗 不会了 连这才懂得珍惜 今天给大家的白话佛法 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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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